诶,原来那是哪优势啊,你也不知道。 你都不认为那是我的弱点,你经过解调之后, 在这样的环境,在这样电视台里面,会讲客家,后来气管博士,他会怎么样? 就很傻。 不是还黄斌寺吗?黄斌寺。 他讲是视线客家,我讲是陆丰客家。 陆丰客家讲的语言跟语气都不太一样,所以这里就是我的优势了。 陆丰客家讲,他也是讲海陆的,海陆腔的。 陆丰。陆丰嘛,对啊,我们讲语气是一样的。 我们讲语气是一样的。 所以这就是,你突然没想到它是优势,但在某一场合里它变优势。 所以我们分析一个视线,是很有趣的,好不好? 我们做这样的练习,也帮助各位去理解。 我们后面进度要改一下,因为这个,我们实在没有太多时间, 因为本来要请各位先做完作业的啦。 那就各位花了点多时间。 好,来,语气篇卡。 刚刚我们回来的问题,最大亏能在哪里? 这些问题。 这么多的策略,到底哪个策略先做?哪个策略后做? 谁支持谁?不清楚。 国内所有传统的词货本里面,我就发现一个最大问题。 第一个,它的策略方案之间的逻辑关系,只要在你先去。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,这里面方案哪个策略,哪个货做? 没有。 那这里面谁知生谁?没有。 那后来我发现到,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好的工具,来帮助我们把这些逻辑理得比较清楚。 而且它这个次序就不会乱掉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次序呢? 来,我先回头再看一下,前面有几个问题点。 就是现在碰到最大困难在哪里? 就是我们在招略分析后,碰到最大问题在这几个问题。 这几个问题在所有教科署的都没有写出来。 所以各位,你做了老肯定试过的,后来发现到很难进入。 第一个,你的swat有没有遗漏? 我刚才举的东西,刚才也犯了不少错误。 但我没有足以检查了,最起码你有很多的swat没有做。 还有,你做出来的S1,S2,S3,S4,S5,这五个里面, 有没有全部把优势用进来? 有时候你弄掉了。 那优势没用到。 你知道优势,但是没用到。 你有弱点。 但你再检查一下,你这五个弱点,你到底哪一个部分, 哪一部分你有把决定到弱点? 有些个弱点,依然存在。 你没有用到。 你没有决定到弱点。 机会也没有完全应用。 威胁也没有完全会比。 这个swat一做出来的,战略上还能不能够出。 所以要建议。 然后,每个因素的策略含义。 你抓到这个要素,这样的一个优势、swat里面各要素, 对你未来发展有没有特别的含义? 特别在策略上的难以。 这都会决定你未来策略思考当中能不能帮助你找到一个对的策略。 第三个,整并。 这里面很多是重复的。 很多议题是差不多的。 能不能去合并成一个大策略方案。 因为太多方案的时候, 比如说5乘5等25种。 这里面很多是重复的。 要合并成这个重要的策略。 我们再看。 如果把这个跟平均这样成, 平均这样成是一个策略执行工具。 它是策略执行工具。 那过去Kaplan他在开发这套工具的时候,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。 他导致80%左右的企业都失败了。 为什么? 因为老外看一天, 假设每个企业都有策略。 大部分企业是没有做过策略分析。 所以很多人一导进了, 就导错了。 好, 那我们再看一下。 这边我就跳台了。 所以这里面之间我们怎么来做? 因为过去的衡量, 都用财务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。 但财务指标是落后指标, 它没办法指导企业的发展。 过去财务指标只能衡量看得到的钱, 数量, 百分比。 但看不到的东西就衡量不了。 比如说创新能力, 领导能力, 顾客的满意度, 顾客的关系, 看不到。 所以过去的财务报表, 没办法解释, 帮助一个企业, 判定当时企业为了的钱。 好, 这都是问题的。 过去的衡量, 很多地方是很多弱点, 而且它均动在股东权益。 股东权益。 所以Camprent, 他就开始去开发了这套讯, 他来台湾做演讲, Camprent, 告诉各位, 非常的昂贵。 听一天的课是两万块, 一天两万。 那一天里面大概有四百人来听, 四百人来听, 一天两万了, 那一天有四, 串乃乃光, 一天八百万收入, 全部人很贵啊。 国外的所有固设在台湾, 一天的出场费, 各位, 都是百万。